女生生理期的小秘密 女生生理期时因为激素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可能更会想谈恋爱哦 女生生理期有的时候感觉会传染一样 一个宿舍的女生如果有一个女生来姨妈了 也就意味着其他女生也要来姨妈了 关系好的女生更可能会同时来姨妈哦 大部分女生生理期身体会感到不适 来之前小福就会坠坠的 有的因为痛心 坐也不适 站也不适 躺着也十分的难受 小部分女生生理期身体基本没啥影响 冷的热的随便吃 吃麻麻香就跟上爹的宠儿一般 女生的月经量平均每个月经周期在50毫升左右 但是一辈子大概有400多个月经周期 一辈子的月经量就是400乘以50等于2万毫升 可以装满30多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平啊 真是雪流成河呀 女生生理期姨妈经有分日用和夜用 夜用比日用的长一点厚一点 这是为了避免睡觉时换姨妈经不及时 产生了侧漏的问题 女生垫姨妈经位置也会根据情况做一点调整 如果是坐着 那姨妈经就需要往内裤前方垫一点 如果是躺着 那姨妈经就需要尽量往内裤后方垫一点 没有为啥也是防漏 我是不正经学姐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